小主缘是最爱光的 如今有了身孕 少爷未好 成日在榻上睡着 你没听太医说吗 我们家小主有了身孕了 那就是会犯困的 皇上好殷勤 每天都来看小主 那是啊 咱小主是皇上心尖尖上的人 我瞅着 哪怕咱们小主生的是一个公主呢 皇上也得欢喜得不得了 别胡说 我们家小主要生啊 那就是个阿哥 公主有什么用 你这不是咒小主吗 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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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是阿哥 贵人 皇上来了 皇上来了 知道了 小主 您快时头时头去接驾吧 皇上驾到 皇上尽安 起来吧 还在喝药 身子好些了吗 回药 多谢皇上 只是总还觉得有些累 太医叫多躺着 坐下说话 真瞧着 你气色好多了 多谢皇上关怀 这都是温太医的功了 真瞧着 你气色好多了 这都是温太医的功了 这都是温太医的功了 好 皇上是天子 天子怎会有错 我 这温太医的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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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要去做 你这温太医的功了 起驾 皇上驾到 给皇上请安 早知道你是装睡 装也装不像 睫毛一个劲地抖 四郎就爱欺负人家 那个疤 颜色好像淡了些 奴婢变成丑无言了 四郎别看 朕赐给你的膏药用了吗 用了 等过些日子 就会完好如初 缓缓绝世荣光 不知世上 有谁可看相比 臣妾有一妹妹 名叫玉饶 堪称国色 容貌绝不在臣妾之下 能与你不相上下 朕可要见见 那可不许 四郎见到妹妹姿色 定会迫不及待地 纳她为妃子 到时候心中便没有换换了 能让你吃醋 一定是绝代佳人 看来朕 真的要纳心妃了 你说 封你妹妹做什么 贵人 贫位 还是立可封妃 只是臣妾妹妹 今年尚不足十岁 还请皇上也能孝纳 想什么呢 臣妾想 岁月静好 大敌就是这个样子吧 欢欢 你有了朕的孩子 可知朕有多高兴 臣妾也高兴 臣妾也高兴 梨花洁白 可看与雪相比 花落眉间恍若无色 可见缓缓复光盛雪 在额间做梅花图案装饰 可称为梅花庄 只是梨花色白不易成装 真是遗憾了 其实要成装也不难 真的吗 我安婚以为如何 比之花店的生硬更添柔美 只是梨花色白 你胭脂够乐却不像真的了 梅丽就好 倪态而非秋真 这个妆 朕就叫她焦梨妆 四郎化旧四郎取名 很是风雅 只怕有人 会说四郎太偏心臣妾了 朕摆明了只偏心你一人 你还不高兴 梅姐姐的病刚好 皇上也该去看看姐姐 朕方才去看过她了 总觉得她代朕冷淡了许多 梅姐姐因为十亿病了这么久 总会有些闷 若有不得体的地方 还请皇上恕罪 说到十亿 朕想起一件恼人的事 不知可否说来与臣妾一听 战日前听庆妃说 江城江慎 治疗十亿虽颇有见效 但私下里 收收了不少宫女太监的贿赂 有权逝者先至 定位卑下者不屑一顾 往往拖延医药任其自生自灭 医者父母心 如此举动 实在是有医术而无医品 而且臣妾想 宫中十亿一直未清 怕也是这个缘故 朕也是这么想的 皇上可还记得 昔日有人陷害惠贵人一事 朕没有忘 只是眼下十亿未清 还杀不得他们 臣妾倒可以向皇上举荐一人 他可以治好十亿 谁啊 太医 温时初 为何 温太医为姐姐治疗十亿时 颇有见效 而且臣妾听闻 江城江慎两人的方子 原是出自温太医之手 皇上若不信 可去细细查问 凡经温太医之手治好的人 病总是会好得快些 且无呕吐无力的后遗症 指引江太医 用的是温太医拟好的十亿旧方 要性比较霸道 朕要见一见这个温太医 果真如你所言 江城江慎是断断留不得了 皇上说得极是 但朕如今 宫中十亿刚又转好之相 宫人皆以为是二疆的功劳 若此时除去他们两个 只怕外头的轻易会不大好 是啊 他们俩到底是华非的人 不过朕 朕要除他们的话 法子多得是 好了 不说这个了 四月十七是你的生日 你又有了身孕 朕想叫内务府 好好给你热闹一番 皇上拿主意就是 好 朕拿主意 你和孩子高兴就是 皇上那么喜欢孩子 你又老在华非处 怎么华非的肚子 一点动静都没有呢 她不会有孩子的 臣妾曾听闻 华非娘的小产 可是为此伤了身子 朕还有事 先去养心殿 你好好歇着 臣妾恭送皇上 下宜 替朕除掉两个人 请皇上吩咐 做得隐蔽些 不要惹人怀疑 奴才领命 你带着雪笛子的那些人 干得不错 好好替朕盯着前朝 盯着那些 有逆反之心的人 是 杀人 杀人了 你杀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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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驾到 皇上 皇上可曾听说 江城江世两位太医 昨夜出宫回家 被强盗所杀 连头颅都不知所踪 堂堂京师天子脚下 竟出如此血案 实在是无法即可言 白妃 朕文策好也心中惊动 已命人追查此事 年轻二人 在十亿中的功劳 朕未表嘉许 特此白银白两 为其置板丧事 你可放心了 只是两位太医一死 十亿之事 这个您就不必操心了 朕已命太医温世初 接管十亿之事 恭喜 恭喜 温太医 真是天宫无量 是啊 温太医还请多多关照 多多关照 这幅国国夫人图如何啊 眉梢眼角皆是风情 当年的画师 也算是画得入神了 所谓美人 需得风情灵动 知情识趣才好 否则再美也是个木头美人 有什么异趣 所以皇兄如此宠爱婉萍 四月时期是婉萍的深沉 朕到圆明园来 就是想替她好好办一办 让她欢喜一场 只是眼下 河南罢考的事 也才刚刚安定 朕手头有很多事情 想找个人 替朕多费点心 皇叔的意思是让陈弟来办 朕能想的主意 不过是赏些新奇珍宝而已 但若朕办不出个新意来 恐怕也不能让婉萍真正的高兴 你得多替朕想些好主意啊 陈弟这个闲人 办这种事是最拿手的 我跟他通过那一样 给他帮助了 多久 你给他帮助了 大家自己想想追换 你同时 要不再帮助了 我会有什么事 我会让他帮助了 你觉得我可以帮助了 你还想找到 那种事 我再帮助了 我再帮助了 那种事 你只能找到 你只能帮助了 你还可以帮助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有谁能随意出入玉珠房伺候皇上左右呢 姐姐病愈后第一次出席宴会 身子还吃得香吗 我一切都好 你放心 姐姐虽然痊愈 但再不负当年意气风发之态 我实在是担心 温大人医术高明 但就是华佗在世 也是医得了命 医不了心 姐姐不顾及自己 也得顾及戎宠 宫中活命自保 不能没有皇上的宠圈 戎宠狡献 不过是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般实事迁移 并无稳固之说 既不稳固 又何必一定要放在心上 出什么事了 福尽似乎病了 福尽身子不适吗 妾身失忆 心口疼的毛病又犯了 福尽坐 婉嫔娘娘方代 妾身扫娘娘的姓了 福尽切勿这么说 谁没有个三灾六病呢 吃了药好了就是了 福尽平日里 是吃天王保新丹吗 是 妾身身上带着呢 老娘娘御守 实在不敢当 在外本宫与福尽是君臣 在内求是至亲 哪里说得上这样见外的话 王爷有宫物在外 福尽应该擅自珍重才是 谢谢娘娘惯怀 宫外也盛行此妆吗 哦 现在京中 以娇离妆为美 一是可以效仿 娘娘的美貌 二是以此求 夫妻和顺 这可是一段佳话呀 常听说 娘娘最得皇上宠幸 不想娘娘 竟是这样随和 难怪皇上喜欢你 父亲这样夸奖 叫我如何感当 小主 国郡王已经在后湖边上 备下了给您的贺礼了 请您和皇上一同前去 知道了 我即刻就去 本宫先走一步 老十七最是花样百出 这次不知道又搞什么名堂 咱们一块看看 你们看 娘娘大喜 请娘娘放风筝祈福 皇上你看 皇上你看 映像 老十八 这四月里 竟有这么多莲花 你听 凤凰鱼飞 好雅的笛声啊 凤凰鱼飞和鸣横强 夫妻和射恩爱 是世间所有女子的梦想 四哥你的梦想实现了吗 小王以满湖的莲花 恭贺婉萍方代 王爷费心了 本宫很是感谢 这让你想点新奇的点子 没想到你办得这么好 皇兄嘱咐为婉萍庆生 臣弟自然是尽心尽力 只是不知王爷 如何在这几节使莲花开放 莲藕早是提前种下的 饮宫为外的一壶温泉水 进玉壶花就都可开了 多谢皇上 你敬封贫位 家中的女眷自然也要封告 朕已经下旨 封你母亲为郑三品 告命夫人 多谢皇上 本宫的母亲才是郑三品 告命夫人 如今婉萍的母亲也攀上了 也许皇上只是一时兴致 不是一时兴致 当初皇上大愿本宫要封本宫的母亲 为郑二品告命夫人 这因为皇后一例反对 说本宫只是妃卫 母亲的封告不宜过高 终究还是未能成封 可现在甄嬛还是小小品位 皇上就如此抬举她 假以时日她若生下孩子 只怕是要踩到本宫脸上来了 这怎么会呢 怎么不会 人家生孩子 你也生孩子 怎么你生下孩子才是小小贵人 人家还没生孩子就是品位 说到底 还不是你不争气 娘娘别生气了 气坏她自己就不好了 不生气 只有除掉她本宫才能不生气 小主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可日子再难你还得过 是不是 奴婢只是担心小主 不用担心我 我都习惯了 您好歹是公主的生母 她这样对您大呼小喝 这 我只求我的瘟疫啊 能够平安成长 别的都不重要 可是 花妃娘娘和婉萍 早已是水火不相容 娘娘家在中间 她只知道要我除去婉萍 却不知道此事有多难办 眼看她家世日盛 一旦生下皇子 帝位就要越过花妃了 小主可要为自己打算 打算 我还能有别的打算吗 这宫里头整天都是这个样子 一点新鲜都没有 哪有圆没圆好玩啊 今天日头这样好 姐姐陪我出去放风筝吧 姐姐生日的时候留的风筝 我还特意要了两个呢 你呀 真是没有一天安分的 我昨儿还听说 你在自己寝殿里做头子玩 还砸碎了皇上赏的一个发廊花瓶 皇上才不会怪我呢 哎呀 姐姐你就别看了 我们出去走走散散心也好啊 你老这么呆着人还犯懒 那谁知道以后生下来的小外甥 是不是个懒汉呢 也好 我也是成日里闷着 小主少出去吧 上次复查贵人的事还不叫人害怕吗 那就多叫人跟着呗 姐姐我们出去嘛好不好 好 姐姐你看我风筝放得好吗 很好 我以前在家的时候最喜欢放风筝了 可不是 为着你放风筝放得好 皇上说了 过了端午便要封你为贵人呢 皇上喜欢姐姐也喜欢我是不是 喜欢 我们大家都喜欢你 姐姐喜欢放风筝吗 喜欢呀 小时候在家中练习女工 就会叫上美姐姐 一块出去放风筝 那我以后也带着姐姐的孩子放风筝去 我若生的是公主 像你这样活泼就好了 断了 我去把风筝找回来 快跟上你们家小主 帮她把风筝寻回来 谁都不许去 姐姐她们去了只会爱手爱脚 远远地跟着你们家小主后头 快去 遮 主子 你们一个也不许去 在这儿等着我 起来吧 本宫这儿有张条子 你要亲自交到大将军手里 奴才知道 上面那几个人都是求官的 让大将军看看可不可用 是 大将军说了 娘娘在宫里有什么不方便 都由奴才传出去 大将军自会替娘娘料理 好 旁的不说 告诉大将军 朝中得有自己的人 那些惹咱们讨厌的 譬如婉嫔的父亲 找个机会除掉便是 明白 大将军说 上回没能除掉婉嫔的父亲 是怕下手太重 惊动了皇上 他怎么做 什么时候做 本宫都不管 本宫这些人 小子 娘娘放心 奴才定会传道 喊起来反而坏事了 无事不要到本宫宫里来 免得惹人耳目 本宫要找你 自会吩咐你到这儿 住 你 启咱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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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来 管住嘴 曹哥人吉相 婉萍娘娘金安 曹姐姐起来吧 何须这样客气呢 没想到 在这碰到了婉萍娘娘 还是换我妹妹吧 妹妹 妹妹自怀胎以来 似乎格外小心 现在 倒放心把人给撇开了呢 姐姐真是说笑了 我与姐姐在一起 我要是有什么闪失 那自然是姐姐的不是了 姐姐当然会全力照顾妹妹的 何况 这里也不会有人来推我一把 妹妹可真会说笑啊 谁会来推妹妹一把呢 只怕是连伸一下手指头都不敢吧 婉姨公主身体近来可好 老妹妹挂心了 婉姨只是有点咳嗽 不碍事的 是啊 只要不再遇上弄错木薯粉之类的事 公主千金之体必然无恙 皇上 不是已经处置了弄错木薯粉的小堂了吗 想来 不会再有这种事儿了吧 但愿如此吧 我也即将为人母 所以特别能体会身为人母的心情 曹姐姐抚育公主也是万般不易 听闻姐姐生育公主时 还育难产 惊险万分呢 是 为人母确实十分不易 时时事事都要替她操心 她但凡有半点不适 我便如弯心一样难受 恨不能能替她受了这些苦楚 曹姐姐是极聪明的人 当然知道怎么养育公主 不过妹妹倒要叮嘱一句 得人庇佑是好 但也要看看是什么人是不是 否则身受其害 反倒是有苦说不出了 姐姐愚钝 妹妹这话我倒听不懂呢 姐姐既然不懂 那妹妹就更不懂了 不过妹妹只懂得一样 华妃娘娘当日搜贤月阁不得 是有人顺水推舟 虽不是为了帮我 但我也领了她这一份情 妹妹还懂得一件事 为虎作娼 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弃暗投明 则是保全自己和别人最好的法子 姐姐自然懂得 良情择目而亲 婉萍娘娘 快到山那边去看看吧 婉萍娘娘 快到山那边去看看吧 不是有太监跟着吗 多打凡人去找 快去 走 找到了 找到了 找到就好 这么晚了 他定是饿了 点心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快去拿吧 怎么了 他是不是犯了什么错 被责罚了 小主 春长在 春长在溺毙在荷花池中 找到的时候 手里还握着一节风筝线 小主 他下午还换梦乱跳地放风着呢 你怎么能告诉我说 他溺毙在荷花池中了 他才十七岁 小主 下午我们还有说雨晓的 还说等着过了段午 皇上要册封他为贵人 他还吃着我为他准备的点心 他还说 还说要做我腹中孩子的遗娘 那镯子还在呢 小主 小主不要太难过 娘娘 小主 你现在去指挥禁价 再说请您估计不得 皇上说您是有身族的人 见不得这个才奉去雨花隔呢 奴才肚子 奴才肚子 奴才该死了 小主不能去呀 小主你该死了 你现在去指挥禁价 再说请您估计腹中龙胎 万万不能去见那个呀 小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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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驾到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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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万 你不能伤心 都是臣妾不好 臣妾不该和春儿一起去放封城 更不该送了她一个人去见封城 皇上 去熬点安神药来 是 春儿早逝 朕也很伤心 朕妾会寂静哀容 追封尘而为贵人 和贵人一致至脏 皇上 臣妾求你 一定要臣妾与春儿见最后一面 皇上 这次的事办得很好 干净利落 没留下半点蛛丝马迹 本宫会好好赏你的 奴才能为娘娘办事 奴才不敢要 这次是天主本宫 若不是发现了她 岂非让她断了本宫和哥哥的财路 坏了本宫的大事 娘娘负责恩后 谁也防不了娘娘 那个丫头也是个小狐妹子 她死了 甄嬛不难受死才怪 本宫看见她那一汪眼泪 就觉得痛快 娘娘何等尊贵 纵是婉嫔一时得意 又怎能与娘娘相较 好 小主 你也别想太多了 谁都不希望这样 这 是羽儿吗 请万匹娘娘为我家小主做主啊 怎么了 慢慢说 我家 我家小主是本人所害的 这话可不是能胡乱说的 小主自幼生长在水边 水经极数 断不会溺水而死 奴婢实在觉得小主似有蹊跷啊 锦西 您去问过下午去跟着淳儿的人 他们怎么说 都说 淳上再跑得太快了 一个人就往甲山后边去了 奴才们没追着 后来 就遍寻无果了 直到在荷花池里发现了她 人人都到她失足落水 如今看来大有可疑 下午曹贵人那句 让我去那边看看 她是不是知道什么 还是她的出现 就是为了要拖住我的脚步 不让我那么快地发现 我得去问问她 小主 你现在再去问曹贵人 必问不出什么来了 现在无凭无据 一切都是妄言 纯若真为人所害 我一定替她报仇 绝不让她枉死 我需要你并没有 多么不让她 不让她 我需要你并不让她 我需要你并不让她 你并不让她 除了 我需要你并不让她 大人 我需要你并不让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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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